你们俩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这仇恨是不是跟我有关 只要你说的在理 我现在马上杀了他 老天 小满 你给我听好了 你钱大偷你个混蛋 我把你放了 别别 快点放 别别 要不去要打死你爹 跟我东西 你信不信我现在手一抖 你爹马上就偷落地 信不信我现在打死你爹 你信不信我现在打死你爹 你爹马上就偷落地 老天 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 死不足惜 要为儿子招想 这钱要买钥匙一刀把我宰牢 官府一定让他抵命啊 再说你不为儿子招想 也得为他娘招想 这小春他在天之灵他也不答应啊 你就是个混蛋 你不配抵你小春 他不提 不提 爹 告诉我事情 只要在你我一刀毙了他 夜人上清朝不干你的事 你敢 爹 小春 自个儿的事 自己了断 对 我们的事不自己了断 老天 我们护外人质两家是和好吧 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你为 敢愣着干什么 抢着 爹 你稍费话快放人 你先放 老板你别动啊 快点快点快点 走 敬天的 今天算打个瓶声 咱们改天再说 哥把我给您放了 放了 挑蛮 你爹走了 你也该放人了 李飞 把枪放下 放下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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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你不说实话 是因为你怕我冲动 杀了钱大通 探上人民官司吗 现在没有钱大通在身边了 你总该可以说了 你们俩到底有什么神仇大恨 我还是这句话 你少管闲事 你这人咋不真好歹啊 我救了你 作为回报你也该告诉我实情了 你救过我 我也救过你 咱俩扯平了互不相欠 关于我和钱大通之间的恩怨 我奉劝你不要插手 否则的话 我会给你激 给你翻脸 这样会伤了和气 任何人敢敢插手 我们之间的事 我绝不答应 什么人呢你 你说对了 就无视人 此次我离开唐家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丧家之犬行尸走肉 这么多年来 我过得窝窝囊囊 根本就没个人意儿 所以你最好躲我远一点了 否则摘上是非 钱大通我非杀了他不可 这样我心里边才能够安生 你杀了他也得贪官司 一命体一命啊 是生是死有老天撑着的 下半辈子就是为了杀他而活呢 另外 别老跟我这一口一个爹上 让我听这辩计 我们走 你别跟着我啊 田树怀虽然冷漠 但田小满感受到 那张冷漠面具下的炙热 那是压抑多年痛苦而做出的 无奈选择 那是一条赎罪的心灵抽炉 他为了惩罚一个恶土 这值得吗 田小满不能让父亲 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思来想去 他觉得必须做点什么 范琳 天明 你怎么来了 也没什么事 就是过来看看你 这两天怎么样 挺好的 远黎 葵 上一次我们俩成亲的时候 备肘帮狗图匪 剿� something 乱七八糟 所以呢 爷爷 让我过来看看你 顺便地 让我跟你商量商量 咱们再定个日子 什么时候把内清再成承了 这个老东西 关心的是D七 他以为我过了门 李夕就自然归了他们唐家 唐官后 你简直就是在做梦 大铃 发什么呆呢 没什么 天明 你回去跟爷爷商量吧 我都听你的 那天明 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你要是答应我的话 以后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还求我呢 你说吧 帮我去把 写给爷爷那张欠条拿回来 爹 您跟那姓田呢 到底有什么问题吧 滚一边去 行行行行 生气 不说不说了吧 不问了行了吧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好 早晚会找上门来的 吞吹下地 轮流沾岗 把狗放出来 不然我睡觉都不安安 郑天一放心 我先安安安 我去 我是要叫你大少爷呢 还是要叫天明 我们是兄弟 你说呢 找我什么事 说吧 我想把白铃写的那张字举 从爷那儿偷出来还给他 你偷 这事要是让老太爷知道 他绝对不会轻饶你的 你偷有大剑 我也要说 是什么事 你也是 你准备了 我 你寻找我 把这事 我都不写 帮我 说 我 咱们 天明 如果白铃没有任何目的 是他自己自愿要嫁给你的 我田小满要是还阻止你们 不打一点点祝福 天打我雷虹 过了过了 咱俩不成这个了 可是 现在至少我们两个人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希望白铃好 这样 我把自己偷出来之后还给他 在白铃没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下 让他再选择一次 如果他要是还选择我 你要还这样 我就跟你拼命 同意 是 你帮我把风 你确定老太爷 还会把字举放那儿吗 反正我小时候 看你爷爷把那些重要的东西 都搁在那儿 没准字举也在 顶好 好 走走 收东西啊 嗯 辛苦啊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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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后世子孙享用 然张子汉中英年早逝 赐子汉如西夏无子 百年之后 唐家所有田地债院 以及献款通通归于爱孙唐天成 其他人等不得正论 民国二世年秋 见证人赵天德 老太爷 来 来 小满 这么大声干嘛 把人吓一跳 是啊 真吓了我一跳 干什么呢 老太爷 就是有些事情不太明白 想请教老太爷 什么事不明白 说 我爹田树槐他年轻的时候 是不是很厉害 说什么呢 老太爷 小满 老太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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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怎么还有跟进来了 老太爷 我 我就是 你语无伦次的到底要说什么 我爹 我爹他 好了好了 别别说了 你去 去吧 去吧 天明给我找来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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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吧 爹 天明 小满也在这儿 天明 脚怎么了 是啊 你这身上怎么搞得也脏兮兮的 没事 刚才走路的时候 不小心半个摔了一跤 我说你别一天到晚魂不守舍的好不好 一个只想着老婆的男人 那是没出息的 你说你也长近点 跟你二叔好好学去做生意 好不好 你看我们唐家家大业大 总得有人去操持吧 别是總想着女人 好了 去吧 去吧 爹 我们走了 去吧 有乔 等我 叫咱们 外的 是 是不是偷到自己了 碧雄 你成为余目的 布大冬 你趕快搬梯子去 有人盗过我的东西 快去快去 走 来 走 走 這沒事吧 沒事 是不是偷到字句了 怎麼了 沒看到字句 看到爺爺寫的遺書了 老太爺已經的遺書了 遺書上寫的 唐家所有的家產全給天成 這怎麼可能 你聲音小點 但是你是唐家的長子長孫呢 這怎麼不給你要全給二少爺呢 是啊 這事我也覺得奇怪 民國二十年 民國二十年的時候 天成剛剛出生呢 爺爺就寫了遺書 把唐家的家產全給他了 為什麼呢 真不明白爺爺爺為什麼會這麼偏心 為什麼會立這樣的一個遺書 小曼 你答應我 一定要替我保守這個祕密 小心啊 沒事 老爺 這什麼東西呢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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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遗书 有人看过 谁这么大胆啊 我想起来了 天明刚才把脚崴了 你的意思是 一定是从高处 跳起来的时候摔的 难道是天明 老爷 这遗书让他看见可就糟了 唐天明堂的少爷 我爹找你有事 什么呀 走一趟吧 行 走 走 走 你就不想知道你这私生子的种 是从哪儿来的吗 弄死你 你个混蛋 我可不想跟你打架啊 要想知道你亲爹是谁 跟我走 爹 人请来了 来 来吧 什么事儿 您说 你不是想知道自己的身世吗 说 你的亲爹就是田树怀 我念你是长辈 你可别跟我胡说啊 可是我没胡说 你娘小梅当年和田树怀 在东关村一块儿长大 可谓是青梅竹马 后来被唐汉中看上了 你生生母亲就嫁到了唐家 嫁过来七个月就生下了你 这个孩子根本就是你的种 那你说说 你不是田树怀的种 你是谁的种 放屁你 怎么说话呢 你娘整日郁郁寡欢 郁闷而亡 那这么看起来 唐家老爷子对你还算是好多 爹 你别说啊 他跟那个田树怀 还真是挺像的是吧 怎么着 想动手是不是 大少爷 你干嘛喝这么多酒啊 不 我没酒了 俩酒去 大少爷 保护您回去休息吧 走 我是唐家大少爷给我拿酒来 操操什么呢 深惊半叶的 你们在这儿操操什么呢 你先回去 是 爷呀 正好要找你 你看看你浑身的酒气 你发什么疯呢 我问你 我 是不是 是唐家大少爷 我是不是你的亲孙子 是不是 我说什么了 你赶快回屋里睡觉去 等酒醒了再跟我说话 不 我必须要问清楚 要不然 我死的不甘心 爷 你的医书我看过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不明白为什么 你要把唐家所有家产 全部都给天成 难道我不是你的亲孙子吗 你还敢问我 我知道你偷看了我的遗书 你为什么偷看 爷 我问你为什么你告诉我 为什么 我问你 你给唐家正好 你给我一分钱吗 唐家所有的家业都是我家来的 全都是我的 我想给谁就给谁 才轮不到你来做主 难怪 难怪 浅江甸两个混蛋 说我不是唐家人 是外人 看来我真不是唐家的人 来人来人 为什么这是 老爷 老爷 你说呀 到底怎么回事 天明已经开始怀疑了 我赶紧 这个该死的钱大通 我要让他在于田镇 有立足之地 你确定是钱大通说的 只有他会说这种话 你知道吗 他把咱们唐家的什么丑事 都告诉天明了 这个混蛋 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我今天是他的生日 我要送给他一份大烈 李飞啊 咱们还是出去多顿 你跟我去城城走一趟 爹 不至于 我说马上走就马上走 少跟我废话 爹 我跟您商量商量 那个 能不能我不去了 关系是白铃 混渣 一个女人重要还是 你的命重要啊 收拾东西 跟我走 爷 对不起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以后没事别静喝酒了 跟你二叔好好学学做生意 上次我让你和白铃商量 什么时候取他过门啊 爷爷 这个事我仔细又想了想 我想再缓缓 你不是一直很想娶他吗 爷爷您之前说得对 以前呢 他跟前一飞也拜不堂 之后又被突飞给劫走了 所以这事 我 我想想清楚了再说 好 那爷 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 好 老爷 老爷 怎么会这样啊 他一定是不想让白家的土地落在我的手里 老爷 老爷 你有什么吩咐 明天你带了几个人去白家 就是绝地三池 要把白家的地器给我涨到 是 白灵 我等你好久了 你上哪儿去了 白灵 白灵 我等你好久了 我等你好久了 你上哪儿去了 白灵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去见过唐天明了 他不能跟我成亲 白灵 别再用什么预谋了 这样会害了你的 天明要是不能娶我 我就保不住白家的地 我们白家就永远不能翻身了 我的仇就永远都不能报了 你知道吗 小满 放弃吧 白灵 别再想什么报仇了 这些事你都不用管 你就告诉我 天明为什么不肯娶我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小满 你带我走吧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我每天都在想 怎么样才能够保住 我们八家那块地 我用尽了一切的办法 可我还是做不到 对了 唐光红要是把我逼急了 我就嫁给钱一飞 让他们两家去拼个 你死我活 白灵 你千万别这样 那钱一飞是个混蛋 她会毁了你一辈子的 那女士我该怎么办 好 我答应带你走 什么时候 就今晚 老五找我有什么事吗 老爷 老爷 我要走了 是来向您辞行 怎么忽然要走呢 我这个人自由自在惯了 我若在唐家不太习惯 老五啊 我看 这样也好 老爷 我 我走之前呢 还有个请求 什么请求 我不想让水生他们跟着我去漂泊 能不能让他们留下给您做个下人 我听说刘三炮还没有死 老爷 您可以成立一个双枪队 他们都是打过仗 受过训练的 也可以给您参加护院啊 好吧 你这几个弟兄可以留下 那我谢谢老爷们 老爷 那我走了 好 爹 娘 今天是女儿最后一次为你们上香了 为了保住白家的产业 我必须走 天明 天明 白天 小白 快走 客官 楼上请 楼上两位 老管家 我们连长走了以后 兄弟们就靠你照顾 好说 好说 以后啊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干 干 客官慢走 林长来 那个不是田小满吗 这么晚了 他们姑娘把你陪着包护 这是要去哪儿啊 田小满 这家伙要带白林私奔 别喝了 走 田小满 你给我站住 站住 快走 站住 别跑 站住 站住 我看你们往哪儿跑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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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快走 走 快走 要救人 你了吗 快走 找一个人 回来了 对不起了 天明 白灵已经走到无路了 我们是真心相爱 再点待下去 会毁了白灵 毁了你 毁了唐家 也毁了我 所以我要把他带走 我知道他们做对不起唐家 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其他办法 对不起了 大少爷 不行 要是把他们抓回来 就会害了美丽 要是不把他们追回来 我就会永远失去美丽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小发 他们越来越近了 别抓住 给我上跑 好 站住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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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 美丽 你没事吧 没事 赶紧走 快走 干什么 自己能走 小半 小半 快要追上来了 爹儿 出了这个林子 咱们就安全了 站住 再帮我开枪了 走 我看你们往哪儿跑 白领 大师傅 别打他 别问他 狠狠打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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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们回去 把白领放了 要他要杀 冲我贴小马来 小马 带他们回去 走 走 小马 走 老爷 抓回来了 小马 小马 你怎么样 小马 你怎么样了 老太爷 都是我的错 是我的主意 与小马无关 要杀妖怪你冲我来 把小马给放了吧 你把你打了 你打了胆子 你们居然敢私奔 来 给我狠狠地打 给我打 是 起来 老爷 白领竟然想跑 小马 帝气一定在他身上 给我搜身 小花小雨 搜白领 是 是 老太爷 帝气不在白领身上 今天白领要走可以 因为你不是我们唐家的人 所以我也不阻拦你 但是你必须把地契交出来 我才可能让你走 我说过了 我找不到地契 是 阿爷 要是白领能够找到地契的话 他们也不至于 被逼得远走高飞啊 阿爷 你就别再逼白领了 我瞧瞧你 住嘴 你个田小满 你是我唐家的下人 你居然磕巴肘往外拐 给我狠狠的 你真是 叫人 老太爷 你唐家 她的 她想 jeff 你 上头人 起来呀 起来 遇到了 我愿意 我愿意交出第一次 好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第七在哪儿呢 在五家 好 到他家去去 第七不见了 你骗我 唐老太爷 我真的没骗你 第七我就是放在这儿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 像我是三岁的孩子的 好啊 来 把这个田小满 给我往死里挡 唐老太爷 我求您了 不要再打小满了 我求您了唐老太爷 天明 天明快求求你爷爷 快 快点 爷爷 或许白玲 没有骗您呢 也许 第七真的被掏脏了 您就是 就是 给他打小满 他 就该说 我应该是 走 你 肯定是 你 你 你 也许 你 把地契交给我 把田小满带回去 天明 天明 我求你了 你救救小满吧 他不能再挨打了 白铃 你能够为了小满 救出地契 我能怎么办呢 你一直在逼我 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就算是这样 你们两个人也不该私奔哪 天明 这些我们以后再说 现在我就求你救救小满吧 他真的不能再挨打了 他是无辜的 你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擒同手子 这次你一定要帮他 我求你了 白铃 你也不用求我 就算不是为了你 我也会想办法 就想瞒你 我并不再挨打了 小满不能再挨 只要打下去会出人命的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你别打了 我愿意 愿意交出地契 老爷 少爷 你们可回来的 这段日子出了不少事 怎么了 你确定田世华已经走了吗 我确定他走了 对了老爷 小满跟白灵私奔 被唐冠红给抓回来了 白灵跟田小满私奔了 我 白灵找到第七了吗 第七好像被人给偷了 第七怎么能被偷呢 一定是田小满和白灵贼喊捉贼 第七一定还在白请 十六八九 不是 那现在白灵怎么样啊 你瞧你这点出息 那我媳妇 我的第七也会是 труд 老爷 别败了 又祖父 她说 我看她是 一百一的 这一百一的 这些什么 这些什么 你也知道我什么 永远只能是寄人篱下 我不甘心就这么活下去 白家的田地注定是保不住的 与其被外人夺走 还不如我把他拿走 对不起了 小姐 你自求夺福吗 唐老太爷 地契是白府拿走的 所以找不到 你看他现在人都走了 你就是逼我也没有用啊 你还是先把小满给放了吧 我答应你 我欠你的三万块大洋 我一定会还的 是啊 爷爷 您就放了小满吧 住口 我不管白府跟他串通一气也好 还是白府昧着良心偷走地气也罢 这都是你们白家的事情 我不管 但是白领我告诉你 今天我拿不到地气 我绝不会放走小满 你怎么这么不尽人情啊 别别别 白脸 你可别做什么傻事啊 别过来 你要干什么 算是看出来了 你就是要逼死我 逼死小满 小满 现在已经快被你给害死了 与其那样 我不如跟她一块儿取手分 我要死了的话 你什么都得不到 小满 小满现在已经快被你给害死了 快点